掌聲好不好 洪慈庸在高雄工作 為了嘉儀出了這個事情 他必須出來替他弟弟申約 也保護他的父母 請大人給洪慈庸一個掌聲好不好 非常地感謝大家 在雞蛋跟這個高牆之間 你們沒有讓這幾顆雞蛋賭飛 你們站在雞蛋的這一邊 我相信現在仲邱在天上也在看著我們 我們一定要替他討公道好不好 好 當仲邱得知他要關禁閉的時候 媽媽跟他說 仲邱 你犯了錯 你應該接受懲罰 好好的去關禁閉 因為 輔老長跟紅媽媽說 這只是體能訓練而已 關完了就會退伍了 仲邱說 媽媽 這幾天我就不能跟你打電話了 媽媽說 沒關系 我們等你平安退伍回來 仲邱跟他說 一定可以平安退伍回來 現在孩子在哪裡 仲邱 在禁閉室裡面 大家摸魚的時候 他有沒有摸魚 沒有 他是 這麼 堅強的 符合了 軍方要給他的要求 現在 你們對他做了什麼 在7月4號 屍體一回到台中後裏的時候 軍方馬上 在沒有解剖的情況之下 開給洪家一張死亡證明書 上面的死亡犯姿是什麼 意外 意外死 出海 上面印著 純女土葬 她來告訴 馮媽媽說 你們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解剖 如果洪家人 真的重計不解剖的話 這件案件是怎麼處理的 今天我們站出來 就像媽媽講的 不僅僅是為了仲秋 而是為了下一個被意外死 被自殺的人 今天我們在軍權署上提出了各項證據 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夠找到真相 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 它出現在起訴疏離 這樣的制度還應該存在在中華民國的法治國境內嗎 我們沒辦法相信這個制度 防護一手掌握269旅 一手掌握54兩旅 一手掌握軍檢署 一手掌握軍事法院 你叫我們怎麼辦 但是我們綠團 還是會為了真相 為了家屬 為了社會 努力的分散大敵 努力的分散大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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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知道 場外有你們 所以 我們會讓 這個真相 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們也請十二位大法官 可以看看大法官四字四三六號解釋 是怎麼解釋軍事法院制度的 看看七零四號解釋 蘇永慶大法官 陳新民大法官 湯德榮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 這樣的制度還能夠現容於法治國嗎 布置 три 今天 一個沒有權 沒有四 出生台中後禮的平凡人家 沒有你們 是絕對不會走到這一步的 謝謝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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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在這裡僅代表仲邱還有我們所有的家屬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這麼努力的幫助我們 讓仲邱能夠在你們的幫助之下 能夠有真相 那 7 月 3 號 當我接到軍中的電話 趕到三種的時候 看到一個不是我兒子的人 因為他全身都插滿了管子 全身都在滲血 整個人都走了起來 我看不到我原來兒子的樣子 所以 7 月 3 號 是我這個媽媽最心碎的日子 最心痛的日子 因為我一個非常健康 開朗活潑 而且非常體貼孝順的小孩 就這樣沒有了 我完全沒有辦法相信 軍中指給我熱中鼠三個字 我不能想像出 我一個健康的小孩 為什麼會因為這三個字就沒有了 這一個月啊 心裡的煎熬 我一直希望能夠 用很平衡的方式 讓軍防部能夠給我們家屬 我一直希望能夠 用很平衡的方式 讓軍防部能夠給我們家屬 給仲秋 給整個社會一個交代 但是一個月了 我等不到 等不到任何軍中的誠意 我等不到仲秋一個真相 一個公道 這一個月了 我跟爸爸沒有辦法做任何事 甚至什麼事情都要依賴我女兒 都要依賴子女兒 這麼重的膽子 就完全放在一個女兒子的身上 所以今天 我才跟史庸上來台北 來感謝一下大家 謝謝大家 為我們這麼努力 我想我這個當媽媽的 也應該要努力 也應該要勇敢 謝謝你們 那我相信 有這麼多的人的努力 有這麼多的媒體記者幫我們追真相 我相信政府 應該會開始來重視這一塊 那明天 明天是仲秋 她告別式的日子 那我希望 大家也能夠跟我們家人一樣 我們暫時先放下一些怨恨跟仲恨 我們用最平衡的態度 我們來送仲秋最後一程 這樣好嗎 好 謝謝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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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 加油 紅芒 加油 我たい我也要 加油 紅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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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